圣诞节到了 小树蛙跟狐狸猫开开心心地准备过圣诞佳节 但是调皮的小树蛙玩着它新买的玩具车 小树蛙跟着玩具车跑着跑着 擦撞到了圣诞树 一不小心白颗灯泡给撞坏了 使得圣诞树上的灯都不会亮了 狐狸猫看着坏掉不再发光的圣诞树 气得跳脚 那可是它辛辛苦苦忙了一整天的成果 狐狸猫抱怨着说 小树蛙你看你啦 把我辛辛苦苦设计了一整天的圣诞树用坏了 小树蛙向狐狸猫道歉 说我不是故意的啦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小丁做事小叮当 帮你修好它嘛 你不要生气了嘛 对于小树蛙的道歉 狐狸猫说 这可是你说的哦 过了一会儿后 小树蛙突然喊了一声 好痛哦 狐狸猫紧张地询问小树蛙 怎么了 你没事吧 小树蛙回应说 狐狸猫 我发现我好像不太会羞耶 还被电到 狐狸猫叹了口气说 好吧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先教教你相关知识吧 让我们跟着狐狸猫和小树蛙一起来学学吧 在介绍什么是电路之前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导体和绝缘体 你还记得吗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已经有学到了导体跟绝缘体的差别 有些物质可以让电荷在其中自由地移动 这样的物质我们称为导体 像是很多金属都是导体 而电荷在有些物质内部是不易移动的 就被称为绝缘体 像是塑胶 有了这些基本知识 要了解基本的电路构造就很简单 在电路里面 运动的电荷就像是一台台带着能量的货车 那电路就是这些货车的高速公路 而所谓的电路 简单来说 就是要让电荷能在其中跑动的道路 这些道路上不能有太多的障碍对吧 要不然电荷在路上困难重重 举步维艰 根本没有办法前行 所以我们用来当作电荷行走的道路的材质 通常就必须选用所谓的导体 让电荷能够在里面自由地运动 不要受到太大的阻碍 像是我们家中用的电线 里面使用的材料便是铜 铜就是很棒的导体哦 刚刚我们介绍完了简单电路三要素的第一项 导线 那现在接着介绍第二项 电源 电荷要能够运动 是不是需要有人提供能量给它 那在电路中提供能量的部分就叫做电源 像是电池就是电源的一种 而我们家里的插座也是哦 最后的部分是电气 也就是我们这些小货车们 要将它们所载有的能量送达的地方了 电气会利用这些电荷小货车送来的能量 转换成其他的形式 举例来说 今天如果我们的电气是电灯 那它便会把这些小货车送来的能量 以光的形式放送出来 介绍完了怎么样建构出一个简单的电路 就像是我们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道路一样 要怎么设计给这些电荷走的路 也是一门学问 今天我们先来介绍两种简单的设计吧 第一样设计是串联 串联指的就是当两个连结点之间 是结成没有分支的电路 将像图片中的状况一样 红色圈圈圈起来的部分就是连结点 而在连结点之间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行而已 电路其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马路 那问题来了 这样的电路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可想而知 如果这条路崩塌或是禁止通行 那是不是整条路就走不了了呢? 电路也是一样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的电路就面临了所谓的段路 简单来说 就是此路不通 举例来说 如果这个串联电路中的其中一颗灯泡坏掉了 让电荷过不去 那这整个电路就会形成段路 就像摊崩的道路一样 第二样设计是并联 并联则是不一样的概念 指的就是当两个连接点之间是有分支的电路 电气元件并排连接 就像下图的状况一样 红色圈圈即是连接点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连接点之间 电荷有三条电路任它们选择 现在同样的问题 狐狸猫请小树蛙想一想 如果今天其中一条道路在维修呢? 也就是其中有一条电路呈现此路不通 断路了 对另两条通路有什么影响呢? 小树蛙思考了一下 回答说 在并联的状况下 不是还有另外两条道路可以走吗? 对于小树蛙的回答 狐狸猫请它再想想看 现在是不是知道了 为什么它们的圣诞树不会亮的原因? 一幕前的你 可以帮帮小树蛙回答吗? 没错 因为串联的关系 坏了其中一颗灯泡 这串圣诞树灯泡就变成了断路的状况 看到想要落跑的小树蛙 狐狸猫急忙喊住它 并说 为了防止你之后又调皮 用坏电灯泡 你要帮我一起改装圣诞树电灯泡 教了你这么久 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改装呢? 一幕前的你 可以帮帮小树蛙吗? 没错 把灯泡改成并联的形式后 就算其中一颗灯泡坏了 也只会让它的那条路变成断路 其他条电路依然是通路 这样一来 就不怕冒失的小树蛙又把灯泡用坏了 小树蛙又想落跑了 狐狸猫赶紧大喊着 小树蛙 你别想偷跑 快给我过来 怕麻烦的小树蛙也喊着回应它 上完课好累哦 不想修那棵笨树了 头昏脑胀的 狐狸猫生气地说 小树蛙你这个无赖鬼 跟你说了这么多 现在还要我自己修 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 小树蛙躲在远处 风凉地说 你抓不到我 重点整理 一 一个基本的电路结构 包含了 电源 电器 导线 二 串联 两个连接点之间没有分支 将电路元件串接成一条通路的形式 三 并联 指的就是两个连接点之间有分支的电路 电路元件并排连接 最后 想要考考荧幕前的你 什么是短路呢 欢迎荧幕前的你 可以在底下讨论区 讨论你所查到的资料哦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